喂,我是吳季欣 現在是晚上8點08分 今天已經是2014年 1月13號 我們今天在展望2014年台灣公民運動 去年台灣公民運動大概最有名的就是大埔運動 大埔農民運動 我們看到很多的社運團體都曾經參與過 還有關門、關廠工人運動 這是台灣新公民運動裡面 兩個最顯著的就是農民運動 跟工人運動 那關廠工人運動大概是 大概去,我也去參加過好幾次 他們去台南格蘭大道示威遊行 還是去國務紀念館、宣文紀念館去抗議 或者是到表演 我都去看過幾次 我也去以前的勞委會 現在的勞動福利部 勞工部 前面去抗議 大埔的話 我也去看過一次 去參加過一次 台灣去年 2013年 台灣公民運動 有很多年輕人、農民、工人 他們非常辛苦的勞動 但是公民運動上就是體現了說 我們是一個國家的主人翁 我們是國家的主人翁 我們展現說 我們對於一些公共事務上面的看法 還有用行動來表示 我們公民的權利 因為一個國家是公民構成的 公民當然應該 我們應該要給他表現對於權利 然後爭取對憲法解釋的權利 爭取對於不合理法律上面 改革的權利 這就是 算是公民權利的一部分 但公民權利沒有展現的話 我們講說 以前就像黑客嘲笑個人主義 認為你這個 只有單一的個人主義是沒有意義的 你不是要表現出來 就算你是一個國家的公民 然後你表現你的公民的權利 這個才是有意義的 像馬克思他也是認為 你單只不能的個人 是沒有意義的 你必須要有一個階級上面的 階級公民 階級人民的意識 然後你才能夠表現出來 你在這個歷史中的一個意味 這就是 所以 公民運動 在 不管你是 極右派的 黑客 或極左派的 馬克思 上面 公民都有他一定的地位 尤其是農民工人 還有學生運動 當然說 非常的精彩 大家都看臉書 都已經看得 也很花勞 但是說 我們來看大腐運動 當然說 他們只說 像陳維廷他就說 大腐農民運動 只有微量獲得成功 因為他們有四戶平反 大概一百戶 還是一樣 土地被徵收掉 還是沒辦法討回來 所以他們算是微量成功 然後 官場工人 當然是說 法律上面 法律有的法庭 認為是 可以 可以和解 還是怎麼樣 就不需要 要搞到說 一定要 搞成刑法 去 要求那個 官場工人 一定要 賠償 但是說 這個案子上面 是有啟色 但是 我們是覺得說 官場工人聯盟 他們上面表現得非常好 比如說 桃園產業工會 台北市產業工會 還有各地的產業工會 都出了非常大的力氣 在官場工人上面 那對於說 像 倒極法28條 擴大電腦範圍 這事情還是沒有立法成功 大概說 公民運動 還有一個大的公民運動 就是 反核式 反核式 公民運動 幾乎是動員 台灣非常多的 社會資源 在運動 我也去參加過 也參加在 加拿大電腦 身反核起壓 這些運動 但是運動 難說起來 就是說 還有一個就是 八五公民行動聯盟 他們弄得 紅棟丘的 案子平反 那在法律上面 他們達到一個很大成功 就是他們 讓這個 軍事審判權 能夠 用一般的民運法方位來改 還有就是 這個居留室 警閉室 我們講說 阿兵哥警閉室 他們就被匯除掉了 因為它不合理 這算是 就算公民一種要求合理的行動 因為每個公民都可能會牽扯到 就是說 你要服兵役 你會遇到被人家虐待的情況 要怎麼辦 那軍事審判不公平的話 要怎麼辦 會被曲解掉 要怎麼辦 像這次爭取的八五公民行動聯盟的話 他們爭取到 公民的基本權利 就是 作為一個國家 公民呼籲國家權利 國家也要給公民基本的尊重 就是他有公民權利 就是國家法力 公民在國家脈絡中 然後獲得他自己的生命體驗的機會 也獲得自己個人權利 展現的機會 這是非常好的事情 這樣一個國家才會選擇 非常有活力 公民也會選擇說 他在國家的歷史中 他有一個創造性的位置在 然後把一個國家的權利 作為一種重新的解釋 對於國家憲法 也重新的在於解釋 那我們對於2014年 還有2015、2016年 我們大家最大的期望 就是我們的公民意志 公民的權利 能夠有更好的表現 我們希望公投法 門欄能夠下降 所以這一般的公民事項 其實受過公民集體意志 來決定 然後保護公民的基本人權 上面能夠有一個集體性的進展 也就在歷史上面 開創出就是 國家公民的新業 五十五季信號 從台灣 新北市 新電區 中興路 三段 這個大平臨 捷運站 過去發表發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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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